新北市永和成功路的民宅清晨发生大火 火势从一楼向上延烧 浓烟造成25人受伤 其中一人不幸死亡 这场大火总共颇及到7栋民宅 53辆停在7楼的机车全部烧毁 消防局研判疑似是人为纵火 警方也正调阅监视器 厘清火灾原因 12号凌晨5点多 新北市永和成功路一段五层楼民宅发生火警 火势从一楼起楼快速延烧 多数住户在睡梦中被浓烟呛醒 连忙逃生 消防队在清晨5点接获通报赶来 半小时后扑灭 住户也赶回来抢救家当 这位手受伤爆炸的老妇人 当时还从三楼跳楼逃生 我从三楼的后面跳下去 那时候没有楼 那些其实没有地方走得走 我们四楼是还好 二三楼都已经里面都烧焦了 你根本都什么都没有那个 而且现在进去里面都还很热 停在屋外的一整排机车 共53辆烧成焦黑 火事共波及气动民宅 部分住户家里面的家具几乎全毁 火载监视人员和警方 也在火场持续搜正 因为是从一楼的起火点 没办法跑 烟太大了 火太大了 点门跟玻璃门所以里面没有烧到 对 所以我们要先把电脑翻出来 不然的话公司的资产会有问题 这起火警消防局研判 起火地点在一楼起楼 消防队总共疏散了34位民众 有25人因为吸入农烟呛伤 分别送医急救 其中9位送往慈激医院 目前仍有4人因为吸入性呛伤 留院观察 另一位油漆行老板 因为伤势过重 送三种急救后宣告不治 13岁的男性在早上7点11分的时候 送到本院的急诊室 那到院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心跳 血压呼吸 疑伤可能是人为的纵火的这个方式 产生的一个火灾 调人员以结合这个永和分局的侦察队 在做相关的一个调查当中 消防局研判 这场火警疑伤为人为纵火 由于时间点发生在清晨 警方也正调阅监视器过滤可疑人士 找出火灾原因 记者小林之间 陈信龙新北市报道